各位法师 各位善知识 南无阿弥陀佛 为各位讲说 从星光化为尘到毅力为尘造世界 星光化为尘是太初宇宙三叠纪 毅力为尘造世界是指成节 宇宙的秒针启动 这一刹那开始讲 这一刹那就已经一粒为尘造世界了 一粒为尘就在光子光体云 流体尘埃气体云里面 但是我们前面已经说了 众生为心所造 则先有众生 后有业力 然后有宇宙 为心所造 绝对离不开众生 因缘果报 宇宙世界 所谓为心所造 绝对离不开这三大项目 但是若如所有的宇宙的原先之先 什么东西最先有 先有宇宙还是先有众生 我在前几集里面已经决定回答 是决定先有众生 才有宇宙 在全体第八阿奈也的无名为父 贪爱为母里面 所有的众生起了颠倒的十二因缘以后 心不发光 叫惠媚成空 以后才有无色界 以及遍满宇宙 无边际的虚空 就因惠媚成空而在存在 刚才上一集讲的 所谓的善静光明风轮 能成色界诸天 这个善静光明 其实就是当前 人生各个别业 第八阿赖也 也就是众生当前一恋心 就是如蜘蛛之吐司的那一根诗 就是当前众生当前一恋心 就是心理运动力学原理 你看他多厉害 四禅出来以后 恍惚惚惚其中有信 这个信叫秋秋乱明 古发狂恼 就另一个新的宇宙的超光为母 就因之而开始了 你只要维系到两百亿年 到下一个宇宙的成节 他才会降速 超光降世为光之云 因此若论宇宙之先 当然宇宙在后 众生在先 那么今天有宇宙的 有宇宙以来 千百亿亿万不可数目的宇宙 已经过去了 我们现在的宇宙 不晓得排在几亿几兆 千百亿亿万兆以后 都还排不上这一个 因为所有的照过的宇宙太多了 那么因此 若宇宙形成以后 那么是众生先 还是因缘果报先 我要说 所有的宇宙还没有宇宙 以前是先有众生 因为什么 因为先有十二因缘 十二因缘 与一切众生同共俱生 十二因缘就叫无明 无明以后 心暗下来 才有宇宙的虚空 这表明了 宇宙未有之先 先有众生 所有众生的心暗下来 才有现在的宇宙虚空 因此 虚空不就是众生吗 众生不就是虚空吗 众生不就是时间吗 而宇宙就是 宙就是过去未来 现在的时间 而宇就上下左右 四面八方 十个界限 和六合跟四为 而为十 所以 时间为三 过去未来 空间为十 六合加四为 为十 所以宇宙不就是众生 这是很明显 众生为什么知道 它是山 它是过去 现在未来 因为它众生叫 山是有 也叫决定有 以此之故 若宇宙已经形成之后 那当然是先有业 再有众生 但是不是说 业诞生了众生 不是这个意思 而就是说 众生虽然造月 唯心所造 但是呢 它后面有一个东西 叫 因缘果报 也就是说 今天这一个 显结的宇宙 根源于 庄严结 所有的众生的 贪嗔痴 杀到瘾 这个 五逆十二 那么十二种因缘 交集而成 经过一千两百亿年的 维新事变 这个维新事变 也是因缘果报 那么到了 今天 我们的 整个 弦结里面的 它的注解 就是 至今宇宙形成 一千一百三十七 一年以来 这个 看起来我们这个宇宙 其实 就是上一个宇宙 众生的恩爱情仇 它的 因缘果报的 网子的网络 用精神 拷贝给物质 精神 拷贝给物质 精神才是主人 而 有形的宇宙 这个物质 它是一个 附件 它是附件 它是附属品 而造业的主人的精神 才是宇宙的主人 必须要精神 拷贝成为物质 精神拷贝的时候 星光化为尘 度过了一千两百亿年 那么拷贝成物质的时候 就一粒为尘造世界 它经过空有复变 空有复变 乃是根据一千两百亿年 维新事变里面的 因缘果报 经过一千两百亿年的 因缘果报的发酵 你说下一次造出来的宇宙 会是什么样子呢 那么我们来看 众生的因缘果报 我根据释迦如来佛 在《大佛顶守能言经》里面 对于众生因缘的果报 若不知众生 则不知众生的因缘果报 若不知因缘果报 绝对不能知什么叫做众生 那么所有的众生 当宇宙形成以来以后 众生就没有可以奈何了 就是蜘蛛王形成以后 这只蜘蛛 自己也逃不出这个蜘蛛王 那么在宇宙形成以后 它经过一千两百亿年 参天为地的超光训目里面 创造了这个宇宙 众生也无能逃出自己所偏执的 因缘果报的网络 别自己坐禅自检的 自己生活在这个自己偏执的宇宙里面 享受因缘果报 及源源不尽的各种暴力 暴业 一旦受暴就无能逃之 众生这样子的关系 以业互相依存 由于蜘蛛与蜘蛛王的互相存在 是不言可遇的 不过再进一步地表示的话 那么众生应该就是一尊木偶 而自己众生所造的业力 它是这个木偶后面那一只手 其实都是整个业力 在载至整个宇宙 让它形成一个天罗地网 你想 怎么能够不明了众生 又怎么能够不明了众生 自己所造的十恶 十善 以及三徒 畜生 地狱 恶鬼 所有的因缘果报 我们怎能够不加以祥神 审计地来非常正视祂的存在 那么大佛顶守能言经的见识里面 如来如何来解释众生的因缘果报 那么如来佛告诉 说法第一的妇罗纳尊者 妇罗纳 想爱同结 爱不能离 则诸世间 父母子孙 相生不断 事等则以 欲贪为本 贪爱同之 贪不能值 则诸世间 暖化失胎 随力强弱 地相吞食 事等则以 沙滩为本 以人食养 养死为人 人食为养 如是乃至食生之列 食食生生 互来相当 互来相当 二月俱生 穷本来济 事等则以 倒贪为本 如负我命 我还如在 以事因人 经百千节 常在生死 如爱我心 我灵如舍 以事因人 经百千节 常在臣服 为杀 道 饮 三为根本 以事因人 月果相细 富罗那 如是三种 颠倒相细 杰是 绝明明了之性 因了发相 从望见生 山河大地 诸有为相 赤地圈流 因此虚妄 终而复始 这一段详详细细的 细说了众生 他由贪嗔痴 杀道瘾 为五大根本 烦恼为宗旨 然后在心理运动力学上面 动用他的 如来直指原子力 去用这一个 当国王的力量 去当乞丐 也就是拿国王力量 佛的力量 菩萨的力量 拿来造 杀道瘾 然后 自己 偏执了一个 超光帷幕 新光化为成的 超光帷幕 把它惊天伟地的 像罗王一样 广助宇宙 这个超光帷幕 经过了 一千两百亿年的 维新事变 到成节的时候 才把维新事变 转成空有互变 就是把心 把精神 拷贝给物质 拷贝的物质 所有拷贝的范本 都是众生自己 贪嗔痴 杀道瘾 留在超光帷幕里面 每一个网幕 它自己会发光 每一个网幕 会形成一个电视墙 跟电视荧幕 那么 就由这个帷幕里面 把一千两百亿年 恩怨情仇的 所有的影子 把它影印 成为降速以后的光子云 以及光子云 在降速以后的流体 尘埃气体云 都是尘埃气体云 就是所谓的 一粒围尘 造世界 这样经过这么大 这么很久 宇宙不知其时 又不知其中 我们几世间 最伟大的科学家 就是世界第一流的 宇宙学家 你跟他 坐在这边 讲三个月的微信事变 不会讲的更不用说 会讲的 他越听 这种超级科学家 不听还要 听了以后 绝对不相信 是心造宇宙 那么这样伟大的科学家 为什么对于心 没有办法 这个来接受 还讲了三个月 原因很简单 因为讲的人 他无能明说 讲的人没有办法 强调无远同观 讲的人没有办法 举出第八总体 阿赖也 是第一个因 而各个别业 一切众生 当前一任心 如来直指原子力 叫心理运动 力学原理 他没有办法 举出这些例子 你再好的科学家 他也听不懂 主要不是科学家 而是讲的人 没有办法 他像释迦牟尼这样 善变不可思议 他的无碍的变才 同天为地 彻底 透露出 心血 吐出他的心血 让世间人的明了 总而言之 所谓宇宙万有 乃至心造宇宙 释迦佛若不出事 无能明知 在释迦佛 没有出事 根本没有这些明知 世间人 也从不知 什么叫违心 那么释迦佛 在菩提 苏家 一做六年 到成佛的时候 偏观宇宙内外 用无言同观 才知道 一切众生 当前一念 人生 各个别业 当前一念心 十四古今 宇宙万有 不离众生 当前一念 法尔如然之心 如来佛 这样观察的时候 到他成佛 还讲了这一本 《华元经》 极大成者 讲在《华元经》 经税 最经税 最结经的部分的经法 就讲在 《能言经》里面 可是 各位请问 释迦佛讲过 至今 三千 四十年以来 谁真的透彻了 这一点 无言同观 讲在 阿因斯坦之前 讲在 史蒂芬霍金之前 能讲说吗 不能讲说 不能讲说的原因 都是用肉眼观 不能以 无言同观 来动策 万有理论的 宇宙万有 经过了三个 太初宇宙三叠记 把三个宇宙的星光 化为成 把它从超光 降溯到观之云 这是要无言同观 而四场天出定以后 才是下一个宇宙成节的 第一秒钟的秒针 宇宙的大时钟启动 而西方人还以为 一定有一个神奇 在跟某人玩骰子 玩赌博 那么骰子一骰下去 他认为这个时候 才启动了宇宙的第一音 也就是太初黑洞的爆炸 叫做奇异点 其实都不是的 都不是的 没有一个人能 独独一个人自骰子 启动宇宙的时钟 时针跟秒针 为众生从第四产天出定以后 如北极雄 东眠环数 天南地别的北极雄 都同一秒钟 不约而同的 同一个时间 前前后后 一一出定 精神环数 而宇宙时钟的秒针 以千百亿亿万分之一秒 0.01秒 而启动了这个太初黑洞 就是散尽光明风轮 已经尽光明庄严风轮 尽光明庄严风轮 就是光之云 光体云 流体尘埃气体云 两种物质 这是宇宙形成的前两个物质 再前面一个物质 就超光为目 但是它是不能见的 它只存在于我刚才讲的 大凡天 以及二禅天的光阴天里面 我们不是说 这个时候还没有身体 那为什么会有这些众生 因为 其实初禅天就已经有身了 老子说 我知大患再无有身 若无无身 无何患之有 老子 真是不得了不得了的 中国人的智慧 东西宇宙形成 以有身为万苦万苦之本 看玉界天就知道 玉界天的梵天王 要是知道二禅天的天人 一活就四个大劫 他一定自恨说 我为什么要当大凡天王 我为什么不待在四禅 二禅天里面的光阴天里面 享受 只观 这个 这个定会观于一 那么这是观的力量 其实大凡天王也不要怨自己 他之所以留不住光阴天 是他的心内的观 觉观的力量 不足以维持他天人的宝座 才会从产天里面掉下来 简单的说 这是下坠的意思 下坠是什么 产观的力量 让他身与虚空同在 当禅观维持不住 他那个天人的宝座 比一个地球还要重 怎么会不醉 这是有形成他的苦 以有之故 让他的觉观 不住的 觉观不住 所以不能住于光阴天 光阴天的天府 一百个大凡天王 也不如二禅天 光阴天里面的天人 一天一夜的福德享受 善尽光明风轮 其中光是宫殿 就归立 鬼辅神功 到不可思议 那么今天呢 我们对于宇宙形成的成节呢 我们要来继续为各位讲说 为什么众生它具有这样的阴影果报 由阴影果报的 夜系的这个网字 今天为地 才有后来的宇宙 宇宙是精神拷贝的一个互产品 而精神拷贝的本身 是星光化为成的超光帷幕 它才是星光化为成 精神拷贝给物资 物资就是空有互变 精神拷贝本身就叫 唯心事变 太初宇宙三叠计 那么对于下面 我就要来讲说 宇宙的四大纪元 若不知宇宙的四大纪元 则从不知宇宙如何造成 古来释迦牟尼佛讲唯心所造 集大城经岁所归如大海 一切尘叉珠海 形成的本源 都讲在法院经里面 享受成佛的妙趣 一切世界大海 无量无边的世界海 都因心而有 释迦牟尘在 轻盈在这一个光明 接受的法性 理性 智慧性的成佛 享受里面 足足二十一天 那么再把精税的中药 折其药的 讲在冷眼睛 耐心是在成佛 三十年以后的事情 问题是 为什么三千年来 三千四十年来 为什么 继释迦牟尔佛之后 没有人讲说 不是没有人讲说 而是没有人 跟释迦牟尔佛一样 能无眼同观 把宇宙的四个 前面的三叠记 宇宙的四大纪元 讲说明白 四大纪元 一旦把它讲分开了 宇宙三叠记 一旦变成一个叠记 所有的微星所造 都是断了信息的 换言之 你能够用五眼同观 看见宇宙形成 一百三十一年前 三十七一年前 以前的光景吗 若不知道 那你说 你光拿书本来讲 维世论 或讲一心三观有用 是没有用的 其没有用的原因 是在这惊天伟地 从庄严节以来 我们经过了上一个一千六百亿年之间 在那一千六百亿年 请问你在干什么 你知道吗 你知道活过来吗 你知道就是宇宙的空就是你吗 你知道宇宙的奏就是你吗 你知道时间就是你 你知道你的虚空函数就是你 你知道你的心肃寒荣都是你吗 什么叫心肃寒荣 就是你的曹光为母 各位法师 各位善知识 南无阿弥陀佛 全都很简单 谢谢您的文化